長好 我想說 因為我自己來這邊 上個多月 我一路以來我的質詢 我不會去做無理的質詢 因為畢竟我們 對這些對檢查業務應該算是熟悉 所以我質詢會都是針對 我覺得真的有問題的地方 然後大家來做討論 那我現在我這邊 我想先提一個東西 因為 因為我在這邊來比較辛苦一件事 是常常要幫大家上法律課 那我在這邊也要再提提醒一個東西 要再幫各位委員上一次法律課 就是剛剛因為無事要委員 他有提到一個點 而且是對部長說 那我個人認為那個是 那個違反現行制度的 所以我這邊要提醒一下 就是說他剛剛無事要委員 確實有提到 我們在審查立法治權刑事法 昨天就立法部分有 有就四七條四八條去討論 那因為他剛剛講的一個點說 違憲 如果說違憲的問題的話 那法務部這邊就是 是不能處理之類的 他剛剛有提到 就是如果說相關法律 如果違憲的話 法務部這邊不能處理 那我在這邊必須跟 兩位說明一下 其實違憲與否不是法務部認定 我想這應該 沒問題 我們可以認為說 有違憲之語 但是我們法務部沒有權力說 我認為這條文有違憲之語 所以我不處理 惡法易法 這我們念法律的人都知道 那我覺得我很喜歡 跟真正法律人或實務界的人 我們來討論法律 因為大家都會在一個水準之上去討論法律 不會亂講 但是來這裡有時候 所以我跟一些人我覺得很辛苦就是 他跟你談法律 但是他胡說八道 然後我們必須花很多時間去跟他說 法律規定這樣 他又被不相信說你再亂講 所以我想說 部長次長應該能夠理解我說的嗎 以法務部的立場 以檢察官的立場 他不能自行認定說 這條法律違憲 所以我不做 對不對 對 惡法易法我想 我想兩位應該理解我在說什麼 是 部長 是 理解 就是一個法律 當然只要大法官宣告他違憲 那我們一定不能做 這個百分之百我都接受 但是不能說我們法務部覺得 這可能違憲 我就不做 這是不對的對不對 我覺得請教部長 這個是 這個是 是正確 好 那部長 所以說即便是院方法官在申請案子的時候 認為這個條有違憲之語 院方法官也只能停止訴訟來申請試憲 是 部長是這樣嗎 是 那所以 絕對不存在說 我們法務部在執行法律的時候 認為有違憲之語 我就不做 我想說 這部分我可能跟兩位說明 甚至報告也可以 跟兩位說 剛剛吳教委那個建議 真是萬萬不可 那是違反法治的 再跟兩位說明一下 這個部分 所以說我們法律人常講二法易法 如果遇到不好的法律 遇到違憲 我們能積極的作為就是 趕快拜託立法院修法 或趕快找管道 譬如說立法委員去申請試憲 我想這才是正確的法治作法 好 那 接下來 我想請教 一下 就是 延續剛剛我們的臨時提案 就是有關 有關這偵查不公開的部分 我想部長 你在擔任那個 廉政署署長的時候 其實有提到 就是 就是有其實蠻積極主張 這個 那個揭蔽者保護法 對不對 我們 那時候有推動 對 那其實 揭蔽者保護法 其實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 我們要讓 知道有不好事情的人 能夠勇於揭發 我想這個 這個是沒有錯嘛 對不對 對 是 他立法就是要保護那個 揭蔽者 是 就是 避免說 有一些揭蔽者 他在 揭蔽之後 他不會說 身家受影響 或工作受影響 我想這個是 這個法律的立法目的 我覺得這個應該不是 沒有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那 再加上 我剛剛其實在臨時提案的時候 我有提到 很多時候是 被調查人的名譽的問題 因為 你我都知道 有很多案子 其實 我們查到最後 發現是烏龍一場 但是 前階段 因為違反偵察不公開的洩密行為 已經讓他很慘了 那 我之前在這個地方 也有跟所有的人報告過 我以前自己偵辦案件的實際例子 是我犯貪戶罪條例 他只是基層公務員 然後 案子來 他只是一個他之案而已 但是因為案由是貪戶罪條例 他來之後 我跟他問完 問完案子 而且我是 很客氣的跟他 因為我覺得那個案子根本不會成立 我非常客氣的跟他問完之後 然後我就開完庭了 那請他離開 那我本來覺得應該是皆大歡喜 我趕快幫他牽解 他轉過頭來跟我講 我一輩子也忘不了 他就跟我說 他說檢察官 你這張傳票害慘了我一輩子 因為那張傳票上面是貪戶罪條例 他長官嚇得半死 他家裡面的人也嚇得半死 長官馬上把他移位置 移到別的那個 比較邊邊去 比較不重要的位置 那我的意思是這樣 因為那個東西對我來說 我的印象很深刻 所以後來我自己在帶學習司法官的時候 我都會拿這個例子 告訴我帶過的每一位學習司法官 因為你法官假官 一個不經意的動作 甚至一張傳票 你就害慘了一個人的一輩子 更何況 違反偵查不公開 那我在這邊我沒有要遞任何一位 就是誰 我們不講特定個案好了 今天不管是民間企業 不管是政治人物 甚至是私人 甚至是家庭糾紛 都有可能因為我們違反偵查不公開而受害 甚至被社會公審 那部長和次長你也知道 其實有很多例子都是這樣 前面 社會已經把他罵到社會死了 後面發現狀況原來不是這樣 所以請部長 次長 一定要非常非常非常用心 我們來改善這偵查不公開的問題 尤其是特定媒體 總是在執行後 馬上把大量資料丟出來 那個資料的細節已經到 不可能一般人會知道的程度 就像我剛跟兩位報告 我去問過當事人 他連他家扣多少錢都知道 而且不是地檢署發的新聞稿 他沒有辦法接收 在他的保險箱裡面 那幾本護照都知道 我覺得這是不對的 再麻煩兩位能夠盡量這塊 那下一頁 那譬如說我們在講最近 最近發生這個詐騙集團的案子 這個案子其實 不好意思 這案子其實很重傷我們司法權 因為扯到法官 扯到檢察官 連檢察官 法官都涉入進去了 那律師也一群都涉入在裡面 那你看 譬如說像這一張 這一張監視器的畫面 這個是院方的監視器拍到的 那 院方有沒有可能給 當然有可能啊 但是這我會是擔心 是不是檢方流出去的 因為院方他會隨便給記者 來要監視器就給嘛 其實我是打一個問號 所以 這個案子 雖然我沒有辦法說是檢方 洩漏偵查的資料 但是 也許這 這是讓我們去反省 因為一次一次這樣的事情發生 讓民眾對我們的信任度 越來越低 對司法的信任度越來越低 那 我跟兩位報告 你我 或在座的每一個人 都可能是被害人 我說真的 今天 我 假官這20年裡面 也有當事人對我不爽 然後去檢舉我 然後同事偵辦的 然後同事慢慢發現這個亂扯 我想 那個 兩位以前也接辦過 就是檢舉同仁的案子 我以前樹灘的時候 也辦很多檢舉同仁的案子 如果這個洩出去 對同仁是傷害多重 所以 我還是覺得 至少我在這邊這4年 我一定會盯緊 偵查的部分 因為這個對 官員 對公務員 對民眾 都是很大的風險存在 好 那我們再往下看 那這段時間呢 我發現一個狀況就是 依據偵查不公開的檢討小組 我發現這段時間 他檢討出來的數字 其實是很 狀況是很不好的 雖然我們檢討的見數很多 可是 就108到112年 其實我們機關內部查處人數是0 每一個案子都洩漏的這麼的徹底 我們不要講遠的案子 就講這一次這個有法官 檢察官 涉入的這個炸氣集團的案子 他就把內部多少資料都流出來了 那這個難道法務部可以不去 不去用心去處理嗎 好 下一頁 好 那再來 還有一個問題是 我想要提到比較實務面的 就是 我們雖然一直有說 對於媒體記者跟檢察官的 之間的這個問題 管制要不要把它處理好 因為 我們都知道嘛 現在檢察官都是兩三個人一間 或三四個人一間 那我們現在的櫃子都放不下 都只能 我以前當檢察官了之後 我幾乎就是在眷海裡面嘛 桌上櫃子全滿地上 也都是滿滿的走路 還要跨過那個眷來走路 那今天如果我們沒有很嚴格的去管制 記者跟檢察官來約訪那個拜訪的時候 那這記者經理辦公室是可以翻你的卷的 那常常我們有時候去外勤去內勤 或去開屏人不在辦公室 那有時候整間辦公室都沒有檢察官在的時候 我以前當檢察官 我在試檢的時候那時候是五個人 有老地檢署的時候五個人一間 我曾經進去的時候記者 就只有記者一個人在辦公室 因為大家都出去忙了 那這個也不能怪記者 只是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有一個比較規範出來 這個規範我們大家就依照這個規範走 檢察官跟記者不是不能接觸啊 我也很多記者的好朋友 但是 公歸公私歸私 那大家還是要嚴守一些本分嘛 那是不是說 我們要不要檢討一下是 應該設 採訪區 既然有設置就要嚴格適用 那像我去高檢署的時候 他有一個接待是 我要找哪一位檢察官必須要 他要確認那個檢察官在 或他來帶我我才進得去 那是不是要相關的這樣 而不是 有一些記者他想去哪就去哪 他要找的那個檢察官不在 他也是直接就跑去那間辦公室 那如果有別的檢察官在 我相信記者不敢亂翻別的卷 但是如果都沒有的時候 會不會 我這個我不敢說 那其實這個跟查 詐欺集團一樣 你要查幕後手腦很難查 但是我們做源頭的管理 就查那個帳戶 那一樣 我們要查到底是誰洩密 真的不容易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去 從他可能消息來源的那個管道 去控一下 就是記者跟檢察官之間的 的那個狀況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讓 記者要找檢察官不是不行 但是你要確認那個檢察官在 由那個檢察官負責從頭到尾的接待 否則 他會不會再怎麼做我不清楚 那拜託就是不要讓 偵查不公開 變成是 就變成是偵查大公開 或變成一些特定的媒體 他每次那個新聞出來 都很傷人好不好 那部長可以嗎 就是能夠依照我們今天也提的那個 臨時動議去處理 對我們就遵照那個臨時動議的 的這些的來處理 是 處理怎麼樣也再麻煩跟我們說一下 我們就一直保持著溝通 好嗎 好 謝謝部長 謝謝市長 謝謝委員